中国公认最怕辣的手分 最后一个馋辣椒 却不吃辣 一 广东 印象里广东人什么都敢吃 但却是最不能吃辣的一个手分 他们碍食甜食 最喜欢的早茶也是以咸家田为主 今年七月 一个广东南海去湖南旅游 紧一口就被辣得眼泪滞溜 二 福建 福建和广东是邻居 口味也差不多 因为领海 吃食也多以海鲜为主 像米菜里的活跳墙 蜜枝肉 鸡汤窜海棒的 都是原汁原味的食物 辣菜很少 三 江苏 江苏人注重养生 淮阳菜制作精细繁琐 多追求食物本身的味道 以清淡和酸甜为主 所以去饭店吃饭 根本看不到辣椒的影子 辣椒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恶 四 上海 国际大都市上海 美食呢是多种多样 但其实上海的本地人 大多是不吃辣的 他们喜欢浓油赤酱 辣椒基本是不放的 但因为外来人口多 上海的川乡菜 却是最受欢迎的 五 海南 海南是冬季辣椒的主要产地 虽然种植这是我国最辣的辣椒之一 黄辣椒 但海南人基本不吃辣 这和它的地理位置有关 海南天气炎热 如果常吃辣椒 那就是热上加热 所以海南人不吃辣也正常 最后一个省份交给评论区吧 你还知道哪个省份最怕吃辣吗